今天是2023年的11月29号 本周大概率是没有操作的 本周也不重要 这个我们上周就说了 现在仍然维持这个观点 好吧 请看文当的第一张图 现在呢 问题是指数是分化的 这一波上证指数 要是创新第一还是很难的 至少我觉得在几天之内是很难的 所以我们说本周 没有很强的确定性 你就算上证50出现了 今天出现了日线的底部动画 呼声300可能近期 也会出现日线的底部动画 但是呢 你要指数之间形成协调线是很难的 上证指数还有这个中证500指数 它创新第一是比较难的 至少在近期之内没有 我们也明确了 近期呢 本周呢大概率是没有操作的 下周其实大概率 至少上半周大概率也没有 好吧 但是这个大下周 在近期来讲是最重要的一周 本周是不重要的 这个我们在上周也说了 这个观点至今没有太大的变化 能理解的答应 观望为主吧 保持好平常心 保持好平常心 好看下一张图啊 上证指数 跌穿趋势仍然距离趋势不太远 近期啊 近期如果突破趋势 还要加仓 如果近期突破趋势 那就代表了 余下的时间其实是不够了 走ABC的概率比较大了 上证指数啊 如果近期向上突破趋势 就是第一波 A然后B 走ABC的概率比较大了 能理解的答应啊 就是说近期如果突破趋势 加仓的是 是要加仿的 顶部60分钟或90分钟 调整6到8天 那么调整的天数也够了 6到8天啊 调整的天数也够了 那这个调整天数够 突破趋势还是要买的 那突破趋势基本上也就代表了 它走下跌的概率降低 那如果要是走下跌的话 在这就不会突破趋势 所以假如说近期 如果向上突破趋势 可能还要再加回来 好 看下一张图 伸张指今天出现了一个 日线的序列的低期 伸张指要创进低 也有一定的难度 这波回调是回调 但是你看用了这么长时间 回调的速度是很弱的 跟这个下跌呢 有很大的区别 当然我们不排除后面会不会加速 不排除后面是否会出现加速 序列的低期 周五会出现序列的低久 因为它是大概率 所以出现了1234567 一两块的数字 概率超过50% 分数也还行 第二伸张指 好吧 伸张50今天出顿化 首次顿化 今天第一天出 并且顿化的级别还是较大的 往上涨个中央线 基本上就形成结构了 好吧 往上涨个中央线 所以这里边我们要提防一点 如果伸张50形成结构 伸张300形成结构 上涨指数突破趋势 这个时候实际上还是要买 还是要买 这就是为什么刚才我们说 如果要是上涨指数突破趋势的话 预计这些指数会形成结构 跟之前上涨指数突破趋势 结构是一样 伸张300目前还没有形成顿化 但是我们从今天的收盘价 做了一个十字光标 距离也说再跌一点点 就会出顿化 距离前面的收盘价格新低 也不太远 距离一点点就会出顿化 但是指数之间的协调性能 目前来看 这就不会好 下周怎么也得到下周的下半周 下周的上半周可能也不会太好 我们就等着就好 伸张只跌到今天是77天 对吧 昨天76天 第一波是86天 还差9天 如果9天算 也是大下周 不是下周 是大下周 所以近期不太会有 确定些好的地点 近期一观望为主就行 再问的时间 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 就怕加速 太没用 该来的还是会来的 老师看看两周先 再问的时间 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就怕加速 太没用 该来的还是会来的 好 看两周线 看两周线 两周线在咱们软件是 W2 W2 就是两周线 看完之后 我刚才看了一下 这挺吓人的 六大指数 两周线全部底部动画 还有 还有有部分指数 还有动画加9 就是这周出现的9 两周线 你们可以看看两周线 有点意思 看完两周线 稍等 目前看到三个动画加9了 所有全动画 三个动画三个指数 动画加9 还有其他的指数吗 四个 上升50也是 看完两周线挺吓人的 是吧 W2 两周线六大指数 全部动画 四个指数 动画加9 但是两周线 它不是长用周期 这是个问题 好吧 它不是长用周期 两周线看完 我热血沸腾 如果看两周线的话 明天就应该加仓了 是吧 如果看两周线的话 明天就应该加仓 因为两周线它的最后一周应该是上周 所以两周线本周走完就算完事了 它是11月20号 上周作为起点 上周加上本周 今天29号 加上本周基本上两周走完 周线就写死了 所以明天就是两周线的最后一天 如果按两周线来看 明天就应该买入是吧 六大指数 六个比不顿画 四个顿画加9 我去 邪道性空前一致是吧 后天是吧 后天周五 明天是月线收款 后天 后天 但是两周线 大下周也在两周线 算不一样 因为它在10 它是10 不一样 它是低10 下周是两周线的一半 大下周是两周线的后一半 好吧 但是如果假如说 我们真是看两周线进行操作 明后天就要买 就是吧 灯画加9 好吧 这两周线不常用周期 我们简单看一下就好了 简单的看一下就好了 周线都不是常用周期 更别说是两周线了 好吧 不是常用周期 我们就看一下就行了 不作为操作的标准 两周线如果结构形成的话 对应是多长时间 84个两周对吧 48周 一年才44周 不对 一年多少周 一年50周吧 去掉那个休息 一年52周 对 一年52周 这两周线如果有效 对应一年两周 两周线 上次的两周线形成结构是12年 没看错吧 10年前 17年 上升指数是12年 好了 不看不谈两周线那事了 只是刚才有学员谈起 我就看了一下 看了一下 挺好 好家伙 这两周线要是配合上三浪五 就极好了 有部分指数 现在已经运行三浪五了 目前六个指数 三个指数 创了去年10月份的新低 这个三个指数 我还剩三个指数 两个指数 上升五零还没创 上升五零指数 这一波弱一点 还没有创新低 两个指数 这波三浪五 如果有四个指数 创了去年的新低 去年10月份的新低 就是过半 后面300已经创了 去年10月份的新低了 真诚指数和创业半指数 六个指数 三个指数 现在差一个指数 如果过半的指数 创去年10月份的新低 那么起点 就不是去年的10月份 底是这一波的低点 好吧 起点我们就会更新 因为大部分指数 都刷新了新低 如果是三个的话 就报办 大概没创的是吧 那就报办 上升五零没创吧 我说去年10月份的新低 没创 去年10月份是2288点 2288点 底仓要动 底仓不动 底仓是2500 还是上升指数的2500 老师今天有气无力的声音 是不是因为芒格 咋的 希望芒格把我带走 快点画点饼 我肚子饿了 大狼起来吃药了 给你救点吹饼 芒格我看 他的身家是29亿美元 芒格的身家 远超过芒格的身家 看来芒格还是 还是公司的老大 是吧 例如一个是股东 一个是东建 一个是 叫什么来着 掌柜的 一个是东建 一个是掌柜的 职业经理人 芒格还差一个月100岁 还差一个月100岁 芒格93岁 那个西蒙斯也90多岁 看完他们 就觉得投资挺好 有可能还长寿呢 差一个月100岁了 芒格 老师可以做个印度飞饼吃 咋真 先吹饼不好吃啊 印度也有大狼 印度也有金莲 印度好像没有金莲 印度要出金莲容易被打死 是吧 拿石头打死 活得挺好的 总是比他们年轻呀 下面的时间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至少我们看到的长寿行不行 不要抬杠了 你说我说这个巴菲特芒格长寿 它是投资界的长寿的代表 你一旋说 那跳楼子算不算长寿 你是中午吃多了吧你 跳楼子算不算长寿 那看他跳几楼呗 一楼跳一来 啥就没用了 现在是处于经济危机 类似于零八件危机 没发现呢 各项经济指数还不错 货币超发 M2超发 但是CPI居民消费物价指数 却没增长 钱跑哪去了呢 就是没有通胀还通缩了 是吧有点意思 现在啊 熬着 我给市场目前的一个定义呢 就是熬着 少说丧气话 能帮你多熬一阵子 你天天说 啊不是这不好那不好的 就怕你熬不住 熬不住 你在这个位置上卖了 将来十二八九会后悔 所以呢就是 我就希望呢 在下跌的时候呢 咱们的学员少说话 这一波实际上就是什么 还有十来天下跌就就没了 结束了 多说的 挺住最后的阶段 少说 加跌的时候 少说话 咱都比如说这个 放弃话 或者是其他的话 咱少说话 行不行 好不好 商量商量 前天 北正五年的时候 他冲高回落 尾市的时候再冲高 当时我就说 第二天要洗一下这些人了 如果他不想套人 不想洗人的话 他不至于走出那种 冲高 回落 尾市的时候再冲高 这种走势 包括冲高回落 尾市不冲高 第二天也要洗一下 你当天买路的人 当天买路的人 高位 追高买路的人 但不代表这个地方 一定是最高点 我只是说 要洗一下他们 当时说的 不是事后出客 昨天直接低开 套住 往上爬 爬完之后又回落 今天再下跌 但是由于急涨 不代表那个地方 是最高点 只不过 追高买路的人 还是要受到 一定的心理上的摧残 摧残 说到北交所的 流动性问题 不是一朝夕夕能解决 有人说 一天开一万户 那就是近期好的时候 之前你想想 一个市场 那么多只股票 一天才成交三十亿 三十亿 多惨了 老师现在不愿预测未来 未来难预测了 你不懂我 你就别从那乱说 把嘴闭上不好吗 这一天天的 非得现在去预测吗 非得这两天预测吗 我们说 说本周没操作 这不是预测吗 上周说的本周没操作 你瞎呀 竟然三次 有时候看这个 这是唯恐天下不乱的学院 是吧 那我跟别人说 我说这段时间少说话 我咔咔一顿预测 你这不有病吗 你 是不是 是不是有病 我还跟别人说 少说话 等到出现确定性的时候 那个时候再说 来了几波 我还说 本周或者说 近期重要的是大下周 大下周说的时候 来的几波 非得现在说 这五点五十九分 还有什么问题吗 是拱一足 恒生指数又日线动画 第五次了 你都快说五遍了 再说就戒严你了 关你什么事 恒生指数出现日线底部结构 能怎么地呢 现在上证五年 现在今天出动画了 明天出结构了 你买 跟你有毛线关系 对不对 让芒格把他带走吧 这有点过分了 我就算再看不惯他 也不至于让芒格把他带走 真是唯拱天下不乱的 自己什么货色 自己不知道 芒格可带不了那么多人 但我觉得呢 对巴菲特应该影响 比咱们大 你生活了好几十年 老朋友老战友 巴菲特说 他们在几十年的工作过程中 从未吵过架 他走了对巴菲特 一定会有较大的影响 尤其是巴菲特 也就是多岁了 我担心容易把巴菲特带走 在我们走时有点难度 好了不多讲了 16点01分 忍着吧 最后的阶段 忍着吧 忍着无敌 我们今天的课程